福来特玻璃、洛阳玻璃、其他的龙头 其实也是有净利率大跌的问题发生 公司的盈利少了 但又要保持着派息的话 就变相令到整个现金流量表 都有一个相对上没那么英俊的情况 已经见到有接近两年多的大跌 所以其实从时间逻辑来说 通常都会容易去见底 但为什么不是现在呢? HELLO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感受学零至千万的故事 又是我德馨去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收息股的东西 上一集就跟大家review了关于50万港股收息仓 而我在上一集也有提及到 如果足够三万view的话 是会跟大家录一录一些补充资料 看看有没有换码的可能性 在50万的收息股仓里面 其实上一集就未足够三万view 不过看现在的速度 应该都会在一个月之内累积到三万view 而最重要的是我见到很多留言 很支持很鼓励 所以今次就破格一下 预先录一个换码片给大家 去跟大家找一只 在近两年可以说是跌到一波一路 但是长远来说还是有潜力的股票 息率来说虽然就不算得上很高 但是它的派息增长 我觉得都会有保持到 不过就不是这几年 跟大家找完这只股票之后 略略说一说它做些什么 最后就会跟大家把这只股票 塞进50万的收息仓里面 去做一些计算 方便大家去参考 当有一只新的股票 想加入你自己现成的仓位的时候 究竟应该怎么去做 都回到上一集的朋友 有很多就说到 为什么还要选港股仓去投资 为什么不直接买美股 才算这样 其实我都很明白的 而我自己的资产配置里面 美股的而且确比港股仓多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有很多朋友 其实他们都还离不开港股市场 而其实拍50万仓也好 12万仓也好 都是观众们强烈的意愿下 想我去拍的 所以我就没办法离题了 暂时我都始终会做一些港股仓给大家 叫做是报答大家对我的支持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只是说港股 不过说了这么多 都正式回到我们今集的内容 其实今集想和大家说的这只股票 就是一只周期股 其实很多的版块都是属于周期性版块 意思就是它会随着经济的周期 产业的周期 社会的周期 政策的周期等等 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股价 亦都有一个周期性的表现 其实有很多都是为人所熟悉的 比如说是汽车版块 那些什么金属版块 金融版块等等等等很多的 反而不是周期性的版块 就真的很少的 通常都是说那些公用股 那些电讯股 这样的 而周期性的股票 如果你能够去研究一下 中国市场上的经济周期 PPI等等这些数据 你就会发现 中国的长周期 通常就是说4年或以上 就是说呢 其实大部分的周期性版块 在中国来说呢 那 range 都是多过4年 那这个呢 就是我定义的长周期 而中线的周期呢 就大概是1-4年的 意思就是说 大概有1-4波的中周期 就会形成一个长周期 那你就会见到 在一个长周期的上升 或者下跌的时候呢 其实它们都是由数个的中周期去影响的 那我们在选择一些股票的时候 我们尽量呢 都要选择那些股票呢 在的板块 是长周期利好的板块 就是说 它们现在呢 又或者将来 是会进入一个 为时4年或以上 的上升周期 那这个呢 是纯粹从产业的角度去看的 就是说那些业绩啊 就不是说你的股价 就是简单来说呢 就是它们呢 属于一些风口上的猪 将来这个社会 都有一定的时间 是会需要它们的生意去运行的 而我们的投资策略呢 尽量就要是呢 在这些长线周期利好的板块里面 尽量博它们在中线周期是利淡的 那我们呢 就尽量是在这个中线周期的接近底部呢 去骂它们 从而坐一段时间呢 博它们回归回长周期的上升 就是这样的概念啦 只不过呢 这个难度是高的 因为除了你要去判断 现在是不是近了一个中周期的底部之外 你也都需要知道 这个板块呢 在长周期来说 究竟是走到一个长周期上升浪的尾声呢 比较中段呢 所以呢 我们研究的时候呢 需要做的资料搜集呢 就是往着这些方向去做啦 我们找些答案 都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当然啦 在今集的内容呢 我就不能够全门的研究 丢给你们看啦 那所以呢 我会以一个超级无敌简略版 去present给大家知道的 而今天找到这一只 长周期利好 而中周期跌到接近底部的股票 究竟是哪一只呢 就是信义光能 那大家从图上都会看到 信义光能的股票呢 由2021年的中开始呢 就一直跌到现在了 其实呢 已经跌到4.56 非常之低价的水平 那那个低价的程度 就从价格呢 就真的看不到的 那如果你从市盈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这只股票 它每一元的盈利能力呢 有多少元的市值去托底 你就会见到呢 10年的平均值是20.3 5年的平均值是21.63 意思就是说 你很笼统的一个concept 就是说20年的盈利左右呢 就会回本的意思 那你见到呢 其实它现在的市盈率是12.3 都是比5年平均值 或者10年平均值低很多的水平 那 就算你降回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计法 就是市盈率的大法 你也会发现它市盈率 10年平均值3.23 5年平均值刚好也是3.23 是比它现在的1.4左右呢 是低出成接近一半或以上的 非常之夸张 所以不是说从价格角度 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只股票呢 其实是非常之便宜的 但是便宜的股票呢 在市场上都大鬼吧 问题就是便宜得来 它究竟在一个产业上面 是处于一个什么的处境 或者这个产业又是不是真的有得做 那它往后的股价呢 才会回到一个平均值 那 顺耳光能 顾名思义呢 就当然是做一些和光学有关的玻璃 事实上呢 它们做的就是光伏玻璃 也是我们做太阳林版的必需组件 那这幅图呢 就展示了它们的大致产业链是如何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那你也会看到 在这一条产业链里面 扮演着龙头角色的各个公司 而顺耳光能就是这里 你看到其实它们是属于板块里面的中油 而其实顺耳光能在2013年的12月份 由顺耳玻璃分拆上市 主要的产品呢 就当然是有刚才说到的 超白太阳林压花玻璃 或者一些钢花玻璃 减反射杜摩玻璃 及背板玻璃 而其实这间公司呢 它除了做中国生意之外 也有做国际的生意 主要有六个生产基地 所以行头的龙头之一 而其实我不说可能大家未必知道 就是中国做光伏玻璃市场 其实是做得非常之好 其实顺耳光能在2013年上市 上市到现在10年的时间里 已经打到全球占比市场是40% 绝对是龙头中的龙头 当然我会计算太阳林系统的建设 不过其实如果你只是计算光伏玻璃的行业产能 其实它都占了30.2% 亦都是龙头地位 因为第二名的福来特玻璃 大家听得多 19.7% 而中国占了整个光伏玻璃的市场 在世界中是90% 意思就是说中国在近10年 在光伏玻璃市场的地位 是极之垄断的 而如果我们看回市场报告 你会发现 光电新增装机容量 意思就是用来做太阳能发电的机 它的市场前景还是很乐观的 其实也不意外 因为全球都迈向 採用更加環保的能源方案 所以从长周期来说 这个行业 尤其在中国 其实绝对是一个处于上升周期的行业 不过刚才提及到 以一个中周期的角度来看 光伏玻璃产业 其实是处于一个周期接近底部 意思就是说 它在近年 其实是处于一个极差的环境 要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先了解多一点这个行业 光伏玻璃是光伏电池的重要组件之一 主要就是用来保护光伏电池 免受氧化的侵蚀 同时也要提高高的透光率 从而去保证光伏组件的光电转化效率高 如果我们以市场常见的P型PERC 182mm的光伏组件为例 在500多个元件里面的成本 光伏玻璃其实占了成本的大概62元 即是说占了8%至10%不等 其实在一个组件来说 它也算是占了不少 随着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 光伏玻璃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 产能和产量的速度也扩张得非常快 如果你看回2022年12月底的数据 光伏玻璃的企业总共有37间 剔除了大小的那些 和没有产能的那些 现在投产的产能有128座 442条生产线 总产能是84,299噸每天 产能的利润率达到94.1% 是比2021年足足增长了53.6% 不过这件事也正正成为了2022年光伏产业大跌的原因 因为刚才提及到的就是近几年 在长周期的维度来说 光伏产业赚到盆满满满 令到很多公司都扩产 增加他们的产能 赚多点钱 所以谷到2022年的时候 就是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再加上用来做光伏玻璃的原材料 包括就是有纯简、石英砂和天然气这些能源 能源的价格升了上去 大家就知道 但那边商纯简的成本都不停上涨 这个因素除了是因为光伏玻璃的产能大提升 变了对于纯简的需求大大提升 拖高了纯简的售价 而除此之外 就是因为中国的一些环保核残 都知都减产了 那变相 supply少了 demand又继续上升 那自不然那些价格就升了上去 所以这个成本的压力底下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更加打断了光伏玻璃的产能结构 所以就另置到2022年的时候 光伏玻璃集团的正利润率大大下降 跌到2018年的水平 其实大家只要从顺耳光能的业绩 你就会看到 在2021年期间 虽然收入大大提升 你看到 但是顺利方面就不停下降 这个是因为他们的顺利润率大大下降而引致 所以就触发了这两年来 信义光能的股价大跌 不过这一件事是整个产业的问题 就不是单单信义光能的问题 所以无独有偶地 你会看到福来特玻璃 洛阳玻璃 其他的一些龙头 其实也是有正利率大跌的问题发生 公司的盈利少了 但又要继续派息的话 就变相令到整个cashflow 即是现金流量表 都是一个相对上不太帥的情况 你会看到cashflow for difference 在期内的时间是增加了不少 但是正利润其实是下降上去 就知道他们的free cashflow 在近年都负得比较大 所以股价大插着也是有原因的 现在信义光能的派息 就做4.07厘 5年的平均派息增长 每年是14.7% 所以一个高水平 但是近年的派息 就有点易动荡 其实我自己会这样估计 在未来的第一季度 相信信义光能还要受压 在业绩上高 不过在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 这个产业就会慢慢复苏 其实原因都很简单 刚才我都说到中周期的影响 通常整个周期都是一至四年 而我们已经看到有接近两年多的大跌 所以其实从时间逻辑来说 通常都会容易去见底 在这些时间 但是为什么不是现在呢 由于现在的库存还是偏高 所以可能积压到第一季都还是要去腐存 虽然光电模组在第四季都处于一个减产的问题 如果你看一幅产业图 你就会知道 很大的确认性地在未来第一季 玻璃方面的需求都还是会下降 不过由于 现在光伏玻璃的价格 已经处于一个低的水平 其实这个低的价格 换上就会令到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便宜了 而当这一样东西长期便宜下去的时候 变相就会增加了在来年太阳能板系统建设的需求 所以其实玻璃的价格 在未来Quarter 2或者2024年的下半年会上升 其实是不出奇的 因为你要知道长线发展来说 太阳能系统的建设都仍然存在着一个高的增长 如果你看回这幅图 左手边的就是 光伏玻璃的有效产能增速和预测 而右手边的就是 光伏玻璃的需求量 增速和预测 你会见到 需求的增速是大大抛离了产能的增速 所以就说中周期的下跌 其实不能够维持到很久 分分钟2024年下半年就会搞定了 当然要部署这一只股票 就不用到2024年的下半年那么夸张 因为其实现在的股值已经非常悲观 有点过度悲观 当一季度你会见到 光伏玻璃龙头企业的业绩下跌的速度 开始放缓 甚至可能有一些开始有盈利的少少增长 你又看完瞬间的价格大幅回落 这些时候应该会成为股价的催化剂 能够令到股值收复 当然了 就不是叫你现在要立即部署 我自己觉得有整个Quarter One 给你去猛 其实你可以用Quarter One的时间 慢慢分注考虑都OK 因为他们未有那么快的复苏 不过如果未来是有机会可以教学上体验的话 你都可以猴一猴的价格 其实主要有两个Plan去走 第一个Plan就是 它能够搜到现在最近的支持位 就是3.8-3.98这个Range 出现一个反转形态的时候 你可以趁低吸纳 然后等它突破上面的4.6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第二注 又或者你把第二注保守一点 放回去进行 从风险回报的角度考虑 第一注大概就是1.69 属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而第二注目标第一关先看5.44 搜的就搜回在黑色线下的位置 1比2.5左右水平 都属于合理的 但其实长线的目标 我们要打7.58 到时候才慢慢一关一关推上去 记住刚才提及到的技术分析 你是一定要用上的 不一定要用我给你的技术分析 不过如果你自己是有一个系统 去看着技术分析出入市 那你就一定要用 因为从来我们从基本面上去选股 选出来的只是一些好的股票 你是有机会可以去考虑 但问题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好的价格 其实都不容易 而我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技术面分析 所以如果这一刻来说 你没有任何技术面分析的系统的话 又或者你都想学一些 关于买收息股或者WIT债券的时候 我们需要看什么基本面的话 无论基本面也好 技术面也好 小弟都是一个系统 希望能够帮到你的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股债WIT佛系创户班的系统 是有兴趣的话 不妨scan图上的QR Code 又或者按下下面的视频箱 都可以进入我一小时的免费分享会 到时候我再慢慢解释给你听 我们怎样用自己的系统 一步一步的建立稳定的收入 而未来免费的首多手班 我就会和大家做一个 港股爆声股的workshop 去教大家如何即时去选一些爆声股出来 为2024年做好准备 而更加重要的是 在未来1月26日 我的进阶班分享会 就将会和大家见面了 如果你是等了一年 上了入门班的朋友 你都很想进一步去了解这个系统的话 很快就会有报名的资料出来 到时候大家敬请期待 而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all in group是怎样进入的呢 all in group 其实就是我为毕业生而去准备的一个社群 在社群里面 我就会带领大家 一起去做一些研究报告 做一些虚拟仓出来 又或者说一些生活日常 和成功有关系的思维等等 而这个group 其实就会在大家完成了整个进阶班之后 就会收到个email 可以入group 好了 去到最后的环节了 现在就等我们去看看 怎样将信義光能 塞进我们的50万仓位里面 其实50万仓位的上一回 我们就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们的派息资金 就大概有32,000元 再加上我们本身剩下来的5000元 cash 其实我们有37,000元 如果你不考虑增加你的组合股票数量的话 那你就可以全部推到石油集团 去做一个rebalancing的动作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愿意 可以能够再增添你的组合股票数量的话 塞进这个信義光能 其实信義光能都只不过是一个例子 事实上有其他的港股可以考虑 不过我这里先做一个例子 信義光能我暂时的目标占比 就给了10% 为什么这么少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看确认性 产业的复苏 在未来Q1出来的消息会比较多 所以Q1之后 相信我就可以再行定义 这个目标占比 需要不需要提升 不过 因为放了10%的信義光能 所以其他的股票 其实我们是要按着比例 打回9折下去 那你才可以有足够的目标占比 去塞到整个信義光能的10% 但如果顺着比例去减这些目标占比 就不能够进一步去提升我的策略 上一集我说到主要有两只股票 有点担心的 包括就是显抗能源和海峰国际 所以其实我们想刻意地 将他们两个人的占比 尽量较低 不过海峰国际 现在已经去到13%的目标占比 就不算得上很高 但是显抗能源本身是18% 所以这里顺带我就把它推低到16% 而其实你看看实际占比的话 有很多的股票距离我们的目标占比 都是off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加了一只新的股票 资金要再重配 所以在未来实际上 我们是要减持多了出来的股票 例如实际占比17.9%的创科实业 目标占比是15% 那就是我们要减少少的意思 如此类推 6.7的就要加回10 顺耳光能 17.4的显抗能源就要减到16 慢慢整理一下 不过问题就来了 如果部分的朋友仔 他其实只有一手的股票 可能总资金没那么大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skip了这个rebalancing的动作 因为你很难做到 那你就唯有慢慢等牌息去解决 其他的资料我都update了 买入信义光能的8千股 总共了34880元 价格就是由我拍片的这一天 1月2号也是小弟的生日 去订下来的价格 那将我们可用的资金扣除了这些钱之后呢 我们就会剩下2546元 那这2546元呢 在后期的时间呢 借着我们派息累积底下呢 可用的资金又会再提升 那到时候呢 我们又可以diversify 或者再一次换码了 所以呢 部署日期呢 在这里呢 信义光能我写了2024年的1月2号 方便我们下一次review的时候重温 而刚才我提及到的信义光能呢 其实它的每股牌息的增长都不差 所以加入了它之后呢 也没有大大拖低我们预测的每股牌息增长 那现在这个仓位的预期牌息回报是8.6% 其实也是一个高的水平来的 其实上一集呢 有很多朋友都问我 为什么你不继续个美股的收息股组合啊 事实上小弟呢 都讲过不少的美股的 但是就很少呢 会继续一个美股组合给大家 其实美股组合呢 作为收息用途来说呢 我觉得相对上没有港股那么吸引 那个原因是因为它有30%的税 所以呢 在美股的收息仓里面呢 我更加多的资产去配置在一些债券上高 因为债券就不用收税 债机或者ETF才需要收的 不过其实我正想说的就是 如果你在港股市场上 投资的是一些收息股仓的话呢 其实你会有免税的优势 那意思就是说8.6%呢 你是纯代的 当然啦 你可以说 喂 港股市场跌到一波一波 不过这个不是一个长期现象 港股市场是不是年年都这么差呢 又未必是啊 而你有没有水晶球可以 exactly预测到每一年大跌市的时间点呢 也都不会有 那所以我们较容易做的方法呢 就是diversify diversify幾个仓位 有些港股仓 有些未股仓 有些收息股 有些不是收息 这样再将分散风险的概念合一呢 你的财富增值呢 才来得稳定的 喜欢这集的朋友 记得给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当然不少得 如果还没看上一集的话 帮我去看 那你综合这两集的观点呢 你才得出一个圆满一点的图片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